又是一个啤酒盖的齿痕蛇 患者也知道自己皮须失重 但吃森林白竹伞 六菌子丸 香沙养胃丸 都没啥效果怎么回事 没效果是因为来时一晚了 单靠健脾驱失的不管用了 患者主要表现 浑身倦怠乏力 不想动弹 晚上入睡难 白天饭困正不开眼 小度还大 迟一点就胃胀不输 感觉食物都没消化 大便不成形 平时心烦一躁 光容易乱想 猜疑心大 为什么健脾驱失没用 来看他的舌相 舌边一圈齿痕印 舌面光滑 没错 皮须失胜 但舌边是翘起来的 骨胀的 说明还有干预的情况 干预契机不畅 进补药也不好补进去 而且干预克皮 光健脾驱失不调肝 还会一直皮须生失 所以健脾驱失时 还要把肝剂疏通了 这样就能事半功倍了 参考 书肝结育汤 加六君子汤 加四五汤辩证加剑 好